每年七八月份既是二十手机的淡季 也是回收手机的旺季 因为九月份便是新款iPhone发布 这个时候大家肯定是准备抛旧迎新了 所以说今天呢 小杨就来盘点一下最近回收中性价比的iPhone 如果说你不追求新款 那这几款iPhone你一定得看看 第一台的话就是这个美版卡地的14plus 188G内存95新小亮橙色 这台是小杨前天刚回收的 回收价是3400 小杨直接3599出 现在市场拿货还要353600 这台就直接当作回收福利了 先到先得 第二台是美版无锁的13PM 一个256G大女神版本 还是非常受欢迎的远送蓝配色 这台呢也是昨天5300回收的 屏幕点小小老化 但不影响使用 正常市场行情还要6100 6200 小杨这台直接加个破坏费 499出 直接省下了一台AirPods三代 至于第三台512G顶配12PM 这台我就先说回收价3600 橙色是属于小量级别的 小杨出的话3799 要知道正常有锁12PM256G 市场行情都会去到3600了 可想而知256的价格 拿下512的顶配是有多项 好了由于时间问题 今天就先讲这几台 如果说你想知道回收行情 或者是考虑入手20手机 可以持续观众小杨 我们下期见